牛排到底能不能点八分手 今天我找了一个人均1100的牛排店 让我的司机小李帮大家试一试 到了啊 就这家店 小李呢一会儿交给你了 没问题 吃牛排来了啊 哈喽 没有 一位吗 一位 好的 这点挺高档啊 鱼子吃牛排有点紧呢 好嘞 您好 您的菜单您看一下 酒杯单不一样的 好我也看不懂啊 第一次过来 对第一次过来 需要帮您推荐一下 行 给您试一下今天不是有肉眼牛排 可以 这肥肉香煎的特别的香 会有一些像蘑菇啊 坚果之类的香气 行没问题就他了 那推荐五分熟可以吗 五分熟 对 我想吃八分熟行吗 也可以啊没问题 多少钱 这块牛排这980 好就他吧 来啦 这些八分熟跟牛排 看起来都香了 你们这个快什么 抱歉虾这个真没有 哈哈哈 你们我开始吃了啊 人生的第一口牛排 他来了 嗯 真香 小李怎么样 坐坐坐坐 我尝尝我尝尝我尝尝 哎肉眼这一看是 我们采访一下经理啊 我想问一下这网上有人说牛排只能点三五七成熟 是这么回事吗 其实五分七分的牛排点客户比较多 但是呢有些客人来了就选十八分和全熟的 那我问一下 就你会不会因为说比如说这个人来了他点八分或者全熟的这个 你们就觉得说这人不懂或者说看不起他会吗 不可能不可能完全不会的 就主要是客人喜欢就好 哦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 好的好的谢谢 所以说有的人自己明明只有三分的眼界 非要学人点五分的牛排 就觉得自己十分牛逼 但是在我看来那些用烹饪方式来衡量别人人生的人 网为人 真正的高贵一定是人格的高贵 是在艰难前行中始终怀揣着希望和梦想 是对周围的人和时始终抱着一颗感恩的心 让自己的生活生生不息 活力无限 最后我想说 八分手的牛排 真香